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时隔四年 我们又重新在CubeCon聚在了一起 然后今天我们分享的话题是叫 从零到无限 我们来看一个基于AI技术的量化投资科技公司 如何聪明地去构建自己的Kubernetes上的AI平台 我们的内容大概分成三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会介绍一下业务背景 以及这个业务背景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技术问题 然后在这个技术问题下 我们如何用一些K8S原生的技术来解决这些技术的挑战 在这基础上我们在做一个最佳实践的分享和相应的demo 最终还有一个QA环节的安排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speaker 我叫车样 我来自阿里云容器服务团队 我同时也是开源社区服务的 就是CNCF的Sandbox项目的发起人和主要的Maintainer 另外一个演讲者是李芝毅 他来自于前项投资 他也是在多家IT科技企业从业的很资深的经验 我和志毅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都致力于在探索如何在Cubernetes平台上去构建一个AI Platform的最佳实践 首先我们请志毅先介绍一下前项的业务背景 好 谢谢车老师精彩开场 那现在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业务背景 我们的故事起源于一个概念叫做量化投资 那如果现在在场的各位呢 是为了得到一些投资小技巧来到我们这个talk呢 那不好意思要让你失望了啊 今天我们的演讲内容呢 不会涉及到任何投资建议啊 唯一的建议就是投资需谨慎 我好像需要一点sense of humor people OK 好我继续啊 在这个非常谨慎的赛道呢 Metabit Trading也就是前项投资 我们花了仅仅五年的时间做到了公开募集资金达到100亿的这个量级 就在业内呢是非常令人瞩目的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背后呢 离不开公司对于工程技术的投入和储备 像是在Metabit 我们的研究策略呢 是高度依赖于人工智能模型的 然后我们的交易过程呢 也是实现了全面的自动化 创新呢与革新 是我们公司不断追求卓越的推动力啊 那也许在座的各位对于啊 AI模型是怎么运用在量化交易这件事情上啊 不是特别的熟悉 那我们这里有一张简单的示意图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我们的流程和普通的互联网公司上 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就是流程上来讲啊 从非常非常宏观的角度来看 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 我们也会做特征提取啊 模型训练优化算法推理下单等等 但是因为交易的特性啊 我们的有一些东西处理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非常稀疏 我们模型边界定义是非常难的 然后我们对模型有更高的独播性要求 然后以及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商业机密 那因为这些原因使得啊 在量化交易这个这个scenario上啊 我们的研究平台需要更多的迭代 我研究本身需要更多迭代 然后我们的平台需要更丰富的研究工具 和更强的平台能力啊 在这个背景下呢 MetaBet选择了以云烟生为主的一系列技术构架 并且呢我们逐步打造了以Kubernetes为标准的各种基础设施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像是这个我们的弹心AI平台为例 在构架层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采用了非常多的云烟生组件 为我们的平台来提供功能和性能的支持 可以看到像是在scheduling的层面啊 我们会使用Vacano来为我们提供Batching的能力 然后在缓存层of course我们使用了Fluid 然后让它为我们来提供缓存层相应的管理和抽象 然后像是在App Delivery上 我们选用了Cubella来统一我们的应用交付标准 那得益于KBIOS的能力和生态 当然还有我们非常牛逼的Infra团队的同事啊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稳定 有高度弹性的并且功能丰富的平台 然后这个构架呢 它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 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啊 我们在存储上一开始的选择呢 是使用JuiceFS提供的CSI 作为我们的数据接口 那什么是JuiceFS呢 我们可以简单来参考一下它的技术构架 简单来说呢 JuiceFS是一个基于Object Store 并且有完整的Posix协议支持的PB级别的数据存储系统 那JuiceFS想做的是一个无线存储的NAS 并且希望提供不错的延迟金 这些能力呢 对于非工程师的研究性用户而言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但是仅仅部署一个JuiceFS是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的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Metabit的业务属性啊 量化金融的业务形态呢 是有非常强的弹性特征的 也就是说突发任务对于我们的平台而言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比较直观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我们一个集群在一段时间的实力运行术 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个时间段内 我们都会有突发 就是集群实力会出现巨幅的伸缩 我们会出现有一千倍的burst 然后我们也会有集群规模 极限缩减到零的时候 就是因为在量化机构里面呢 计算任务其实和研究员的研发进度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就是播风和播股的差距呢是会非常大的 我们就是K8S让我们简单地获得了我们计算能够有弹性的能力 但是它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存储啊 所以我们的数据访问需要跟计算的存储相靠近 这样能够降低我们因为跨区而带来的延迟的影响 再者就是因为我们的任务会有多样性 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存储方案来满足我们的任务需求 并且在平台层面对于这些不同的存储 我们需要有类似的管理能力以及对数据的保护能力啊 所以面对上述我们刚刚提出的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存储问题 我们其实需要面对的是需要以下一些能力 包括是我们需要一个存储 然后这个存储本身是需要有弹性能力的 还有就是我们需要有不同的PVC 因为有PVC的实现我们才能来对接不同的存储的访问模式 最后呢是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计算的调度 它要能够感受到数据的位置 根据上面的这些结论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以下两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说计算需要弹性 我们的存储访问的吞吐也是需要弹性的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如果在计算测有分布式的缓存的话 那会对存储本身的吞吐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所以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调研找到了负率的 因为它能够轻松地帮我们应对以上两个需求 那我们可以去简单地来做一个对比 我们站在存储的视角 如果是用传统的CSI的话 对于一个简单的应用 它需要不同的接口去访问不同的存储 但是站在Fluid的角度 它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dataset的手上 就可以访问不同类型的存储 并且在计算测 Fluid会为我们运维和管理相应的缓存 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车老师 由他来为我们介绍Fluid的具体功能和基础构架 感谢之一 好 在这一页里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Fluid的概念 以及它的核心能力 Fluid的概念其实比较简单 是Fluid负责在Kubernetes中 对数据以及使用数据的任务进行编排 这个编排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空间上的编排 另外一个是时间上的编排 所谓空间上的编排的意思是 当我去调度一个使用数据的任务的时候 我会优先把它调度到有缓存的节点 或者是临近缓存的节点 这样我就可以提升计算去访问数据的性能 这是空间上的编排 而时间上的编排的意思是说 当一个数据科学家同时提交了数据和任务的时候 他要求一些数据的运维操作先执行 比如说像数据的迁移 数据的预热 当执行完之后 才要求真正的把任务进行运行起来 而Fluid可以支持 用户完全是无人职守的去参与这个工作 提升整个的工程的效率 这是两个层面 然后Fluid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 其实是五件事情 标准化 自动化 加速 到处运行以及数据编排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计算存储分离的架构 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带来了一个结果是 我们可以看到 业内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缓存层的工作被完成 比如说像开源的Alexio Juice 还包括像Jindle 像EFC这些是云厂商提供的一些缓存的引擎 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些缓存引擎实际上都不是为K8S而建立的 如何在K8S中使用它 运维它其实成了一个新的挑战 需要暴露新的API 所以Fluid在做的一件事情是 Fluid把这些分布式缓存的引擎 转换成了一个可管理 可调度 可编排 可自恢复的分布式缓存的系统能力 放到了K8S中 这是Fluid做的第一件事情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缓存操作中 有一些通用的缓存操作 我们以CRD的方式进行暴露 而这些通用的缓存方式呢 其实包括比如说数据的处理 数据的预热 数据迁移 以及缓存的扩缩容 当我们把它以K8S API暴露出来之后 就非常方便的用户把它建设到自己的 自动化的运维体系中 这是第二件事 Automation 第三件事 加速 有很多人有一个想法是说 我是不是在我的计算机群里面 搭建一个缓存机群 我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不同的数据访问 它实际上都有不同的特性 比如说像大模型 像自动驾驶中的一些训练数据 它的小文件 它的特征其实完全不一样 那Fluid提供的是什么呢 是提供了一个场景化的弹性的分布式的缓存能力 提供一个自动化的带宽 同时呢 我又有一个亲和性调度 因为我们知道在云上 我们通常会在一个地域里面有多个的可能区 那如果你的计算和存储根本就不在一个可能区的话 其实即使有缓存的话 效果也不会好 第三件事是Run Anywhere 就是到处运行 我们看到Kubernetes的发展到今天 有越来越多的KBIS形态出现了 比如说像上游开源的KBIS 像一些边缘场景的Kubernetes 还有包括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 Serveless Kubernetes和Nodeless Kubernetes 这些Kubernetes的形态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它们的特点有的是共享内核 基于RunC 有的是独占内核 比如说基于RunV和RunD 那么在这种不同的情况下 Fluet会根据你的运行时的差异 去选择CSI和SideCart的模式 去做底层的运行 而这个和具体的存储类型是无关的 最后我们再结合了一系列的Data 自动化操作之后 我们还可以编排这些相关的数据操作 和任务调度的一个顺序 实现一个Data Flow的一个orchestration 简单介绍一下Fluet的架构 Fluet对外暴露了两个概念 一个叫Data Site 一个叫Runtime 我们后面会具体讲一下这两个概念是什么 为了支撑这两个概念 Fluet分别提供了控制面和数据面两层的支持 在控制面上面 其实Fluet支持了像管理数据级的自动化运维操作相关的Data Site的Controller 以及管理这些缓存引擎的RuntimeController 还有管理这些使用这些数据的应用和负载的生命周期和调度的Application Manager 它们是属于控制层面 然后在数据面上Fluet的所有的存储的客户端都是以容器化的方式来运行的 这样能带来的好处是它可以被观测 可以被调度 可以被控制 然后其实整个生命周期相对于管理也是非常容易的 然后我们又会根据于你的K8S具体的环境 比如说是像我刚才谈到的是RunC这种共享Linux内核的场景 那我们就会让你使用CSI Plug-in 如果你是独占内核的像这种RunD RunV的场景的话 我们实际上就会让你用SideCart的模式 但是这些事情对于存储 对于分布式管存的提供者来说 他不用管这件事情 他只需要把它的分布式管存引擎 接入到Fluet里面 按Fluet的规约接进来 就可以直接具备这个能力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Fluet提供的一些主要的能力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数据级 Fluet首先提供了一个数据级的CRD 不同于传统的PVC 它其实主要的部分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数据的来源 和传统的CSI中的PVC的区别是 Fluet提供了一个多数据的来源 包括的是可能是S3 也可能包括你K8S中本身的PVC 甚至包括host path 这样我就可以能给你提供 你即使是用一些非标的实现化 通过Fluet也能提供一个统一的加速的能力 这是第一层 描述数据来源的多样性 第二层是描述缓存Cache的可迁移性 缓存开始可迁移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通常我喜欢把数据加载到GPU的节点上 来进行训练这样有更好的计算和数据之间的亲和性 但是当我们计算结束之后 我们可能会把GPU收掉 收掉之后我的缓存可能要重新再拉 但这种带来成本其实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个可亲和性的调度 就是它可以把GPU迁到CPU 就是你当你不用缓存的时候 可以把一些数据offloading到CPU的节点上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描述你的数据特征 比如说你的数据如果是一个止读场景 并且你的文件是小文件的话 Fluet会把这些信息传给底层的run time 底层run time会根据你的信息进行自动化的配置 因而降低使用者的使用成本 同时在下面可能是有点黑 大家看不太清楚 Fluet还提供了一个数据集的可观测性 我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集 总的数据量有多少 能提供的数据缓存能力有多少 命中率有多少 其实我们经常会问 我用了数据缓存好像性能并没有提升 那可能是不是它没有命中的缓存 你的模式是不是有问题 完全可以通过可观测性来看 在此基础上 DataSight其实是一个概念 真正去实现数据加速的能力 其实是各种各样的run time 在标准的CSI中 它其实并没有能力去描述 描述自己的缓存引擎的一个部署的拓谱形式是什么样子 而Fluet通过CRD的方式提供了这样一个统一的配置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定义你的master worker 你的各个组件的一个拓谱样式 还有它的GPU 它的CPU内存的使用率 以及相关的调度策略 在这个基础上 Fluet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开发框架 降低你去接入的一个成本 降低你开发的难度 同时又结合不同的一些数据场景 提供了一些最佳实践的最优配置 一些默认的配置 你就可以开箱即用 而不需要做复杂的配置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发现 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run time 一个是Juice run time 一个是Elexia run time 你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牵移成本 其实并不高 因为它整个的概念模型是类似的 包括它的缓存的副本数 比如说这都是用replica描述 然后缓存的分层 内存 磁盘 SSD 然后缓存路径 包括Quota的配置 这些东西都是通用的 也有很多我们的用户 实际上就拿着Fluet 可以来测试不同的缓存引擎的执行效果 谁更好 拿一个统一的benchmark来测试 Fluet在此之上又做了automation 所谓的automation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Fluet提供了一个标准的CRD 来执行些数据和缓存相关的一些操作 而这操作支持的是单次型的 按时的 定时的 还有事件驱动的 而这常见的操作 比如说像数据预热 它是帮助把数据从远程直接拉到本地的分布式缓存中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数据预热 它的整个性能能达到五到六倍的提升 然后数据的缓存的扩缩容 这个其实后面致意会介绍到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它能够一方面扩大吞吐 一方面也能帮我们降低缓存的成本 第三个是数据的迁移 可以实现数据从冷存储到热存储之间的来回的搬迁 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的一个考量 最后呢 其实是一些用户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数据操作 接入到Fluet中 包括如果你要做一些数据降维啊 数据的拆分啊 你都可以在Data Process中进行一些自定义的操作 第三件事情就是加速 Fluet提供了弹性的分布式缓存来帮助加速 就是这里面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通过Cube Control 手动的操作 以及API的调用 在这种场景下 用户可以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 来调用数据的缓存和缩容 这个是就可以做一些比较自动化的 和自己的业务相关联的操作 下一件事情是定时的扩缩容 这个就符合一些有潮汐特征的业务 它的业务就可以使用这种定时的分配 然后来实现在业务高峰的时候 有比较好的并发 业务低谷的时候有比较好的成本 然后也支持的是 按照一些特定的参数和metrics 来进行谈定扩缩容 比如说聚合吞吐 比如说像它的缓存的 缓存的一个capacity的上限 下一件事情是调度 Flood支持的是本身缓存引擎的调度 和使用缓存引擎的数据 使用缓存引擎的应用的调度 当使用缓存引擎的调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配置各种kys特定的调度参数 然后我们也默认支持各个的缓存 Worker之间是一个anti-infinity默认的配置 这个好处是说它能够让大家有充分的自己的带宽 独占带宽 达到更好的性能 然后当调度在使用这个数据的任务 任务或者应用的时候 它会有支持一个分层的轻核性调度 什么是分层的轻核性调度呢 是我首先会优先调度到有缓存的节点 做一个本地的轻核性 但是当很多调度条件不满足的时候 我会退而休息次 调度到一个和它相关 在同一个可用区里面的一个节点 甚至还可以做一些配置化 在同一个数据中心 在同一个机架上的一些轻核性调度 来提升整个的数据访问性能 这个其实在实测中是非常重要的 跨可用区的性能 其实它带宽啊 还有它的延时 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性能上的降低 在此基础上呢 Fluet提供这是run anywhere的能力 对于用户来说 使用Fluet是很简单的 你创建一个datasite 当你在使用PVC的时候 你只要使用同名的一个PVC就可以了 然后呢 Fluet会根据你 你运行在不同的K8S形态下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是共享内核 就这种单租户的场景下 你其实可以完全用CSI plugin 就没有问题 但是像一种这些独占内核 其实就是有多租的场景下 大家比较在乎自己的整个的安全性 所有的容器都是跑在一个 单独的VM的情况下 Sidecar其实是一种 你不需要做额外太多的成本配置 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性能收益的方式 最后我们讲一下Dataflow 就是我们前面其实提供了一系列的 自动化的数据操作 包括数据预热 包括数据迁移 包括整个数据的自定义操作 然后我们连点呈现 用乔布斯的话 Connected Doors 就是有许多客户觉得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需求是 我希望把我整个的数据操作的流程 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自动化 但我又不太希望用一些 像Argo一些比较重的操作 那Floot就给它提供了一个通用的能力 叫这个Dataflow的能力 这个Dataflow能力是可以适用于什么场景呢 就比如说有些情况下 绝大多数数据其实都是在 比如说对象存储的冷存储中做了Archive 但是它开始要训练的时候 它需要把这个数据从冷存储拉到热存储 相当于做解Archive 然后解Archive之后 再真正去提交这个训练的任务 让任务去执行 执行完之后呢 执行出来的结果又需要把它搬回到冷存储之中 那么这整个的过程 它其实就完全可以用Floot来 把这整个的流程串起来 它都是以一个数据集为中心 来执行这整个的操作的 OK 我这一部分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现在有请珍姨讲一下他们的实践 谢谢 好 谢谢陈老师刚刚深度的讲解 那现在又有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具体场景里面使用Flood的具体例子 那希望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更直观地能够体会到Flood在构建缓存的效率上 和它相应的资源的节省 通常呢我们会有两个场景会使用到Flood 第一个场景就像我们这边讲的 我们会通过坦线伸缩来使用云上的资源 进行一些大规模的线计算任务 我们会从零开始扩容 然后并且在这些任务里面进行一些并发数据读取 然后进行一些计算 在这个实验中呢 我们会依靠缓存的容量和吞吐 来创建独立性的扩容能力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聚合带宽呢 打到一个很高的数值 例如300GPS这样 那第二种场景呢 我们是会考虑数据的隔离和分享 我们会设定不同的dataset 然后限制说在独立的缓存的话 只能在固定namespace内访问 但是共享的缓存 我们希望它能够做到跨namespace的访问 现在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demo呢 主要是针对第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实验的一个简单setup 我们会通过Fluid和JuiceFS来创建一个很小的缓存集群 在训练之前呢 我们会进行数据预热 并且呢配置对应的弹性伸缩 我们会希望说当数据缓存达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缓存节点可以进行相应的扩容来避免 因为过早的扩容一些资源的浪费 这里呢 这里还提到一些关键数据啊 比如说我们的聚合带宽 然后我们整个的cost saving 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实验之后来进行 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个一对一的复盘 那在我们正式进入我们的这个demo的video之前 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整体实验的setup 我们会使用200个ECI pod 来在没有缓存的情况下 对uiceFS上的同一个文件进行读取 这个文件呢 我们希望它是大概10GB大小这个样子 我们会对比这200个pod读取文件的总花销和总效率 然后在实验里面呢 我们使用了阿里云ECI作为我们的计算资源 这简单是因为那个ECI里面pod和资源是同周期的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计算我们的计算花销与耗时 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demo啊 在这个demo的一开始呢 我们会进行dataset的配置 然后这里可能highlight大家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我就一步一步的讲解 然后我们会创建juiceFS的runtime 配置accesskey 以及我们会设置我们的runtime 然后可以看到那个replicas只选的是0 就代表说我们这个时候并没有任何的缓存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创建fluid的CRD 哇 它有点快啊 CRD已经创建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会创建我们的计算任务 然后在这里呢就highlight是200一个计算任务 然后我们同时是在访问同一个文件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计算任务已经创建起来了 这里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会跳过任务的执行 然后从结果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 任务执行的平均耗时 对Paul的而言是在22分钟左右 那200个任务的话总合起来就应该就是4400分钟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实验 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第二个实验 第二个实验这个图可能跟刚刚非常相似 唯一的区别就是在这里我们加 我们使用Fullet来构建了一个缓存集群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们有缓存集群的构建时间以及相应的数据加载的时间 然后其余的setup的话跟第一个实验是一模一样的 那在进行完这个实验之后我们可以整体来看一下我们资源花销和读取效率的一个对比 就像刚刚提到我们的setup因为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里省去了dataset的配置 但是为了要创建缓存集群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次手动的扩容 好就是这里已经开始扩容了 然后就是这个video可能有点out of dat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写的是缓存集群的创建需要三分钟 但实际上ECR已经对这个场景进行了大幅的优化 现在我们再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十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了 然后在我们成功扩容之后我们是可以通过查 看我们的cache worker code都有开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进行我们的数据预加载 OK 然后这里同样我们也跳过这个过程 然后整个数据预加载是27秒左右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fluid的dataset的可观察性能够看到 我们实际上cache下来的数据是这里9.78GB 就是我们想要的数据大小 OK 那接下来就来创建同样的任务啊 200个ECI pod 然后访问同样一个文件 那跟之前一样我们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加速演示啊 我们最后可以来看到结果是在有了这个cache的情况下 我们访问同样的数据每个pod的平均耗时是大概两分多钟左右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整个demo了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两个比较实验之后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耗时和成本上的差异还是蛮大的 就是首先如果我们通过fluid的直接访问的情况下 我们完成整个任务每个pod的平均耗时是22分钟 那200个pod总共加起来就是4400分钟 那它相当于73个小时 总花费呢也就是接近90亿元人民币 但是我们如果通过fluid的构建缓存 我们这里看到包括算上缓存的构建时间和预加热时间 这200个pod我们数据访问这个过程下来 是平均耗时是在2分钟左右 实际总耗时是400分钟 也就是6个小时 那它的费用是不到9元的 大家可以看到几乎有10倍的差距 那我们这里就是兑现了英伟达黄教主说的那句话 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就是实验2里面我们是使用了更多的ECI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有缓存嘛 但是我们通过节省计算的IO 所以我们的整体花销呢 只是实验1的十分之一 然后我们也通过这些ECIpod 使用网速构建了更高的聚合带宽 这样我们能够提升远高于访问OSS 直接的那个10GB每秒的那个带宽限制 那我们这里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在量化金融中呢是非常常见的 会有计算 会需要弹性的计算资源 然后我们的波峰波谷会非常明显 因此呢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中 不仅是计算资源需要弹性 然后我们的缓存它的用量和吞吐也是需要弹性的 Fluid呢通过dataset的抽象 能够帮我们整合不同的存储介质 让我们在计算测统一能够构建一个计算缓存 然后并且能够统一管理 这样那我们能够达到用计算测的网络资源 换取存储测的带宽资源 然后提升存储的吞吐和弹性能力 加速我们的数据读取 减少我们的资源消耗 最后的最后要打个箱广告 就是通过这个演讲我们可能介绍了两个开源项目 像fluid和gcfs 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两个项目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下面的网址去访问他们 获得更多的信息 然后像是我们前项投资metabit trading 我们也在actively hiring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或者扫这个二维码 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OK 那到最后我们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 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question的话 就是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现在提给我们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个flu的组件在我来看是阿里巴巴的是吧 还是 不是阿里巴巴的 它是CNCF旗下的 CNCF旗下的是吧 对对对 然后它对于比如说其他的私有云 我举个例子 因为我可能是阿里巴巴的一个私有云用户 那如果说我要在阿里的容器上去构建 Flu的这个组件 Flu的这个组件的话 你们觉得难度有多大 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可能想问量化策略那部分的 就是说我看你们刚才那个冷热数据的那个dataset的那个拉通 但是其实做量化我们经常会和全球的各地的交易所 我在共云测汇会加很多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虚拟资源或云端资源 我尽量希望我的量化交易策略 拉通到我的交易的这个交易所所在时区的这些云端资源上去做量化的交易投资策略 然后尽量缩短我的交易的这个实现 那像这种的策略你的Flu的组件可以在全球的那个云计算中心里面去做全球测的那种冷热数据的那种同步和拉通吗 这个我不知道我想问两个问题 谢谢 我尝试回答一下 首先Flu的完全是一个开源组件 我记得前向小伙伴最开始的时候也完全是用Flu的开源版把整个的端到端就可以刨起来的 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除了就是后面可能涉及到ECI有些阿里云自己的修改和修之外 其实在标准的就是像标准的这些硬件上面其实把它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可能后面涉及到你用什么样的run time去调优 那些可能需要一些就是去做一些调研去做一些了解 这个是具体的工作 然后第二个您是说当时在这些全球化的场景下如何来用Flu的来做这个数据加速 实际上确实现在就有我们有一些用户就是这样来用的 它的做法是首先建立一个多级群 然后在多级群中创建不同的Flu的Data Set 它们可能是采用同名然后上层做统一调度 然后因为Flu的支持这种定时的数据预热各种策略嘛 你可以用它来做你的数据同步相关的一些操作 目前有人是这样用的 那我想问的就是同步时效会有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量级呢 这个因为我只知道有人在这样用 因为他们也并没有真正跟我们去交流这个实验 我觉得这个实验其实是取决于网络和计算 这个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能够在这回答 因为不同存储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吧 好 谢谢 你好 感谢您的分享 我这边有个问题 刚才看到你Flu的提供了一个抽象层 对吧 抽象来不同的数据员 我想问一下对于不同数据员 你们做的这个抽象它差异化配置是怎么去配置的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模型 包含所有数据员的所有的配置 还是说你们只是取了一个交集 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站在Flu的世界观里面 我们认为不同的数据集它的优化策略 完全是不一样 就是大模型的文件 对吧 和一些特别小文件这种 它其实完全就是比如说大模型场景 它有一个特点 它数据是完全通过预读 读到内核 读到内存 再从内存加到GPU 对吧 它是完全没有一个随机读的场景 它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业务场景可以读 所以我们是有不同的data site 来分别针对不同场景来优化的 它并不是一个统一优化 OK 我理解一下 你说的抽象层 其实是指我针对每一种data site 我都构建了一个模型 是吗 是的 它其实是根据不同的上层计算的特点 来去构建不同的data site data site的核心是以应用为中心的 就是说你的应用是怎么去用数据的 那我就为它构建一个什么样的data site 而不是说把所有的数据都灌到了一个data site 下 这个是和传统pvc是不一样的 好 谢谢 没事 我们下面可以继续在沟通 你好 谢谢 非常好 非常有实际使用价值的演示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用它来去部署模型的大模型的时候 那个大模型小的话也有十多个G 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对 比较大的模型有大概有100多G吧 我想问的是就这个Ford能不能去缓存那个大模型的文件 Ford其实现在在缓存大模型实践上已经有些很多的落地的案例了 这个其实昨天有一个专门的阿里云场景 就是Ford专门针对大大模型场景我们的一些解析和优化 那个其实如果您有机会看那个直播的话 我完全是可以看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缓存下来没有问题 因为即使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大的模型 比如说是760B这种模型 其实也有300多G它完全是能够缓存下来的 然后缓存下来并不一定能加速 为什么呢 它其实受制于几件事情 比如说客户端的并发请求量到底有多大 它能不能把客户端的需求侧的带宽打满 这个事情Ford还做了一些相应的优化 我们能够比默认的模型加载速度快7到8倍 这个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们有些相关的信息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对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能不能跟我们阿里云 Cellus Capes ACK结合来使用 有的 首先ACK上面就专门有ACKFlu的组件 直接开箱就用的 好嘞 好 就是我看PPT里说到咱们的这个workload也是工作负载 我看那个意思好像是工作的时差会比较短 就是它从启动到结束会有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这件事和我理解的AI相关领域的应用不太一样 因为在我们遇到的很多场景 它的workload都是要长期运算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容器里跑的这个作业到底是在做什么 哦 这个可能设计一些机密我不太能透露啊 但是就刚刚纠正一点就是什么 这个我们的任务不会很短的 我们会有短任务我们也会有长期任务 对然后我们只是说并发会很高 我们的弹性会很高 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刚才那个demo里面 那个JuiceFS你们是部署在云下的还是云上的 就是你们做那个对比的时候 是跟那个ECI是部在同一个region吗 还是说它就是一个云下的存储啊 我来给您解答吧 是他们是在同一个可用区的 同一个region的 就是因为它用的是OSS嘛 就是Juice实际上它也可以选多个可用区 它其实是云上部署在同一个可用区的 所以但是它不是跟那个ECI在同一个机房这种 所以它才有加速吗 还是说是因为那个JuiceFS它本身有那个带宽的瓶颈 我觉得它那个加速效果到底是 因为我理解就是那个Fluid它其实是把数据拉到一个 可能是极取内部 或者是一个同一个机房的一个 用SSD搭起来的一个这样的缓存嘛 所以它的就是是因为它突破了那个带宽 还是说是因为那个本身性能的这样 OK 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是这样的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第一个demo中一些并发的任务去拉取数据 时间比较耗时比较长 它的瓶颈其实是在于 Juice背后的OSS带宽 如果您了解Juice的话 Juice其实提供了原数据的管理 它其实并不提供数据的管理 而背后的数据管理其实OSS提供的 OSS带宽是10GB 10G小币的带宽 就是默认是10GB 默认是10G小币 然后200个同时去拉它的话 每个人其实分到的有限带宽 就是10除以200对吧 那每个人其实分到的可能就是几十兆 甚至就几十兆的带宽嘛 而后面我们通过Fluid进行一个缓存加速 其实一方面是说帮你把数据lay off 就是lay off到你的本身的计算机群 降低延时 另外一件事很重要的是 我通过加更多的ECI或者ECS的计算节点 我把它带宽称大了 比如说一台机器它带宽 可能我们提供的那个是40GB小币的 那10台就是400GB小币 它的聚合带宽和10GB就变成了40倍 对吧 那它的整个的这个速度 其实就是在这个上面的差异 如果是单节点 就是单独的一个进程去请求的话 其实性能是不会有明显的差距的 所以刚才那个Demo那边用Data Load 其实是在ECI里面创建更多的ECS的虚拟容器 然后作为它的缓存层 是的 用10个是吧 那个Demo是用10个 10个 但是一个的ECI带宽是40GB小币 OK 了解 好 谢谢 好 谢谢 是不是就到这儿 我看时间有点脱淌了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莉玲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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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